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他给我们两个点 请你利用这两个点 直线的AB的参数式 线段AB的参数式 还有AB的射线 A为起点 然后往B无重延伸 还有BA的射线 B为起点 往A无重去延伸 这是我们讨论的 既然我要写参数式的话 我要点要有什么 我们讲一个参数式要写出来 必须要有点 它有什么方面 方向向量 所以我先写方向向量出来 因为两个点 我绝对可以仅选方向向量 方向向量应该就是写成 你可以用AB的参数来表示 AB的参数怎么写 B点坐标减量 A点坐标 负1-3 负4 3-2 所以我的方向量是负4 1 那接下来我要写什么呢 AB的直线方式 我用参数式来写 好 那现在有两个坐标要写 有A点 有B点可以写 你要拿起来一个点 我用A点 因为A点两个坐标都是整的 所以是3跟2 好 三数式的话 S位是负4 所以减4T 我会坐标是1 所以是这样 加T T属于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可以用这个条件把我们所谓的三数式写出来 就是直线的三数式 第二个的话写出线段的三数式 好 那我们先画个图 这是A点 这是B点 我要写出线段 那当AB直线的话是指A点B点 这两个当作所谓的方向向来线 现在发现单量是写AB A为起点A 这个方向好 这是AB的方向向量 那现在我要把线段写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我线段这个只能够在A跟B这边跑而已 我们昨天在讲的时候 这个T老师昨天有带了几个字 一个是带0 一个带多少 带0的时候刚往在A点 带1的时候会刚倒在B点 好 我们带一带看哈 T等于0的时候 我AB的直线会变成S等于3Y等于1Y等于2 还有我T等于1的时候 我AB的直线会变成X等于7T等于1 3-4Y座标呢2加13 所以它实际上代表是谁 B點 所以用T等於0的時候 這個點的周標我們講的 叫做A點 這個點到誰?B點 所以我要找線段AB的話 我的參數式的結法要等於前 等於0的時候放這一點 等於E的時候是B 所以只要在0跟1之間的話 是不是在AB這個線段在靠 懂這意思吧 所以我的參數式的結法要3-4T A等於1 然後2加 但是我記得放的不算是Ren1的時數 而是X等於0 小一點多少?B 等於0的時候是A等於1的時候是B 但是比0大比1小的時候 它放在AB這個地方再從右來跑 第二個 我找出它的線段 第三個 我要找出AB的射線 從剛剛的討論師到說 如果AB的線段 那個7在0跟1之間的話 我一定在AB這邊跑 可是AB射線的話 我是以A為起點 往B無從去延伸 所以到達B以後 我要跑出去 跑出去的話 比1大還是比1小? 因為當等於1的時候是B吧 等於0的時候是A 所以我往B捨自的地方跑的時候 比1還要大 所以我的參數式的結法 3-4T 一個是2加4T 我T的範圍要大等於1 這是第2個吧 其實我們應該從多少開始算 從多少開始算 A點開始算 因為如果從1開始算的話 這一段就沒有辦法進去 因為我們如果取這樣的話 這個算是AB這個方向的一個射線 再來一個是VA的射線 VA的射線 這兩個差別在哪邊 方向怎樣 相反 所以我要以E為起點 往這個方向來跑 所以應該這麼前 比1還要怎樣 比1還要小 我B為起點 然後往這個方向來跑 就變得大了 所以這次總共有四種情況 你把他考慮一下 第一個是直線 提示列印實處 第二個是線段 線段的話就在你給你指尖 那射線的話 AB他就以A為起點跑 所以是大AB 那VA的話以B為起點往A點跑 所以是B要小一半 我們可以找到你家的直線